难道这些老年人痕病人就不缺氧吗 就不需要深呼吸 不需要做这个动作吗 不是 而是他的身体麻木了 不灵敏了 对缺氧不灵敏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及时做这个动作 癌症病人 一个最重要的治疗方式 第一 就是要沾着嘴 假笑 时常没事乱笑一气 就这么笑着 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这么笑着 微笑 这是第一大方法 使身体放松 减少氧气消耗 第二个 任何一个癌症患者 最重要的第二条就是 学会经常的到户外 做一些深呼吸的动作 深而残的呼吸 第三个我要教癌症患者做的动作就是 时常唱一些歌曲 这些歌曲最好唱一些你自己都听不懂的 因为听得懂的话 你的大脑就会思考 大脑一思考 耗氧的速度就会加快 所以癌症患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变成一个会发呆的人 呆呆的什么也不想 然后哼着一个谁也听不懂的歌 反正你每天就这样的边走边哼 使你属于一种轻松的状态 那你听得觉得好可笑 问题是你注意看一下所有的癌症患者 他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缺的就是会放松 会愉乐 会开心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已经得了癌症的人 还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进行身体的排毒 把身体各种异常能量排出体外 使身体的环境改变 使身体内部的环境改变 第二个 就是帮助身体增加足够的抗氧化的那些食物 那些高抗氧化的这些养分 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骨关钢钛 Q10 然后流心酸 葡萄籽 松树皮籽 所有的这些能够抗氧化的营养素 要大量的增加 第三个 让自己所吃的食物 由原来的吃饱 变成吃足 现代人动不动 就经常讲 哎呀 你那样子叫我吃东西 我吃不饱的啦 我要吃饱啦 吃饱是你的需要吗 把你的胃塞饱是你的需要吗 塞了一大堆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令你的胃在那里搅啊 搅啊 搅啊 你的胃搅了两三个小时搅出来的东西 你身体细胞一看 妈的 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等于一个工厂在生产产品 结果派了一个采购员出去买盐材料 这个采购员买的所有盐材料都不能够制造这个产品 堆了一整个仓库 所有的人把那个盐材料搬到那个制造基地 结果所有的功能看你这买什么东西啊 根本就不能用来制造 同样的 你每天出去采购的食物 就是你的身体用来制造身体肌肉 制造身体各种荷尔蒙 各种酵素 用来修补身体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你买来的东西 全都是没用的 你的身体就要在那里疲劳的工作 做完之后发现 全部的东西都不是身体要的 所以记住我们不需要吃饱 我们需要吃足够 什么叫足够 就是身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每一样都足够 所以呢 营养的观念叫着 什么都不要多 但是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都不要多 但是一个都不能少 在我们公布的这个食物配方当中 有一个我发明的 暂且命名叫做零四养生茶 这个东西呢 里面就涵盖着三大要素 第一个要制作的很容易消化吸收 第二个要各种营养都充足 第三个要很方便随时可以吃 来满足现代人生活的需要 如果大家学会之后 就可以帮助你 对抗很多种不同的疾病 好了 癌症患者三大要素 第一个排除毒素 第二个 帮助身体得到抗氧化的这些营养素 第三个 给予身体充足的营养 充足的不是吃饱的 是充足的 大多数癌症患者一般来讲 他的食欲都会很差 所以要改变食物的 吃的方式 不是在用炒 炸 煎 为主 而是尽可能 把食物变成流子 以减少 身体在消化这个食物的时候 所造成的能量流失 同时 帮助身体 很容易的得到那些 就能够被利用的养分 这就是癌症的关键 好了 我们再讲下一个话题 现代人呢 发生的另外一个大的系统疾病呢 叫做呼吸系统疾病 其实呼吸系统疾病 跟消化系统疾病 所发生的机理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基本上可以把它归类在一起讲 当然你如果送到医院 是分在不同的两个科的 不过送到我这里呢 要学习的呢 却是同一类 因为 整个呼吸系统 和消化系统 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这两个系统 都是由大量的 粘膜组织所构成 包括龙毛组织 粘膜和龙毛 粘膜 是用来帮助 把续颈和病毒 以及脏东西粘着 然后呢 透过分泌粘液 把它包裹 排出体外 所以在你的鼻腔 咽喉 支气管 肺部 都有这个粘膜 在你的食道 胃 肠道 也有这个粘膜 那么 所有的 什么 咽炎啦 支气管炎啦 鼻炎啦 肺炎啦 这个胃炎啦 残炎啦 其实说的都是一个炎 就是粘膜发生问题 当我们以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疾病的时候 其实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我们来看看粘膜的反应 假设你喝水 有一滴水跑到气管这里来 你会怎么样 一开始咳 这个咳嗽是怎么来的呢 是你的气管这里的龙毛组织捕捉到了粘东西之后 开始刺激肌肉 开始收缩 不停地往外喷 你要感谢你的身体 它每时每刻晶晶夜夜地在那里脏杆 一滴水都不放过 一丝一毫的尘满都不放过 当你偶尔用手指在那里抠鼻屎的时候 也许动作很难看 可是你知道 你的鼻孔里面的那些龙毛组织 每天是用什么方式帮助你捕捉了多少的粘东西 然后再应用粘液把它包裹连在那个地方 让你找机会拍出体外 热爱健康 从第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开始 就是学会爱自己 学会悄悄地跟自己说 谢谢你帮我站赶 帮我清除垃圾 帮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帮我每一个晚上 从病痛当中 从疲劳当中 从损伤当中 逐渐修补恢复正常 我一定兢兢业业地跟你配合 我一定每一天去买那些你所需要的材料 让你能够正常工作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把我照顾好 其实 如果你听懂我刚才所讲的话 我就不需要再讲其他的疾病的问题 呼吸系统 所发生的疾病 一般来讲不外敷炎症 第二个 不外敷 这个 病毒和续境的感染 其实这是基本上同一个话题 只不过我们讲到传染病 讲到感染的时候呢 就讲细菌和病毒 讲到炎症的时候呢 就讲炎症 实际上呢 它是同一个形成的机制来的 容易得传染病的人 基本上都是粘膜组织不健康的人 所谓粘膜组织不健康 第一个就是粘液分泌不足 第二个就是龙毛 不能够正常生长 第三个造成炎症和传染病发生的因素 就是这里的死细胞不停的堆积下来 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 当你缺少维生素A的时候 散述的三个现象都会发生 维生素A缺乏 肠道的龙毛就会变得偏短 鼻腔的龙毛也会变得偏短 头发也会变得伸展反慢 然后呢 这个眼睛的睫毛也会变得比较短 凡是有这个龙毛的地方 全部都会长得比较短 维生素A的缺乏 在你的整个呼吸系统 有很多的触角龙毛 每一天都在那 在那清扫 但是维A缺乏呢 那么这个龙毛呢 就会越长越短 那么清扫各种垃圾的能力 就会下降 垃圾在那里覆盖 积存的数量就会增加 那么积存的垃圾 死细胞 各种有害物资增加 那么发生炎症的机会 就会大大增加 那么另外一个呢 造成联膜组织受到损伤的一个因素呢 是压力 压力为什么会使联膜组织 包括肠道的联膜 胃的联膜受到损伤呢 甚至同时造成关节膜受到损伤 我调查过 我发现所有得胃病的人 关节都不好 我发现所有得胃炎残炎的人 鼻腔咽喉都好不到哪去 这是共性 因为呢 当身体面临压力状态的时候 身体为了紧急应付压力 就必须在身体某些地方调解一些养分 调解 等于拆东墙 补西墙 调一些养分 来制造一些对抗压力 所需要的荷尔蒙酵素 哪里比较容易掉呢 如果你日常没有足够的营养 血液当中养分不足 那么要到哪里去比较方便掉呢 最方便掉的就是黏膜 因为黏膜细胞有个特色 就是每七天就会更新 每七天就会更新 意味着身体就算不去掉 反正那里也会被更新掉 所以呢 身体当然比较愿意向这里去掉 因为呢 即使掉解出去呢 新的细胞很快长出来 就不会有损伤 但是 如果你一直都在应急状态下 你就等于一直掉一直掉 那边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 你一直掉一直掉 那边就变得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就很容易受到损伤 当联膜组织不断地受到损伤的时候 其实 如果你给身体一点机会 比如说联系一个礼拜 放松一下 然后呢 放松可不是单单只手脚这样放松 精神放松 因为你的胃随时都要吃东西 如果要吃东西 它就不可能放松 对不对 各位你要明白 人的工作和修补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这意味着你不可能一边把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一边把那个车盖打开来修 开车就只能开是不能修的 修车就只能修不能开的 你的身体要修补的时候 你就必须是睡觉 放松 才有可能修补 如果呢 你没有睡觉和放松 你只要还在工作 不管是大工作还是小工作 就不可能修补 你不可能开着电视修电视吧 对吧 你不可能开着飞机修飞机吧 任何一台设备都不可能在开的状态下来修的 必须关闭才能修 所以为什么植物人会变成植物人 我观察过植物人并不是脑袋被撞到变成植物人 大部分植物人受了惊吓或者从山上摔下来 身体紧张养分大量消耗 身体就自动关闭他的大脑 以及身体消耗能量的重要器官 令到他变成植物人 植物人不需要马上就醒过来啊 哎呦 那些很多的家属啊 和那些医生共同在那抢救 恨不得他马上醒过来 如果这个植物人马上醒过来 这个人就会马上死掉 他必须关掉大脑 关掉重要的那些消耗能量的器官 然后闭着眼睛 然后什么都不动 然后身体呢 只要心脏还在跳 养分还能够输送进去 身体就会慢慢修 慢慢修 慢慢修 修到某年某夜某日 修到差不多 能量积累的差不多的时候 身体就会说开灯 那个时候就把脑袋的灯打开 其他的器官灯打开 这个人突然间 哎 醒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晕倒 分泌 为什么人只要一转到这个大脑 稍微被转一下 很快就 你们有没有看 把一个人打阴 很简单 拿根棍子 脑袋一敲 但是他的脑细胞没死 他怎么就阴倒了呢 那如果他是脑细胞死了 脑袋受到损伤 他等火就应该醒不过来 那他等火怎么又醒过来了呢 很简单 人有一个本事 就是当大脑受到损伤 当一些重要器官 受到损伤的时候 身体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关掉它 然后呢 等危机过去之后 能量储备差不多 再偷偷打开 这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过程 你看一个人受惊吓 嘿 一下吓一跳 然后他就蹦 就翻下去 哎 又没有 又没有吓你的脑袋 你晕啥呀 原来这一下 把身体储存的能量消耗完了 没电了 不是晕倒了 是没电了 然后只好躺在那 躺在那身体就会干什么呢 身体开始把体内的一些能量 一点点示范出来 示范完之后 就跟大脑说 可以用了 就打开了 所以各位 黏膜系统 要想恢复 不管你是多少年的慢性鼻炎 慢性咽炎 慢性直气管炎 慢性胃炎 只要你敢 放松它一两个礼拜 然后这两个礼拜 每天大概十点之前就去睡觉 让自己修复的时间延长 然后再根据我们所讲的营养配当 改用 非常容易消化吸收的营养 比如说 你用果菜汁 或者我们制作的营养早餐 养生茶 然后你喝下去 令到你的胃 不用一个小时 二十几分钟就工作完 那么他的工作负担是否就减少 然后进入的养分 就可以迅速的来修复 我跟你讲 会养生的人 他的身体好 一定要这样 想工作的时候 站起来就工作 一工作完没事的时候 倒下去立刻睡着 我就是这种人 你们如果跟我出去玩 你会发现 我只要一扇汽车 你只要不跟我讲话 两分钟之内我就睡着了 然后你要是跟我讲话 张开嘴就跟你谈论国家大事 思路非常清醒 你要不讲的话 闭上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很显然 你们家的灯泡 如果你不用 是不是就应该关掉 所以好的健康就像一盏灯 打开就是亮的 关了就应该暗 而不是在那敷伞 对于很多人来讲 你们的健康状况 就是想睡睡不着 想醒醒不清楚 站着打瞌睡 躺着又睡不着 活在迷迷糊糊之间 是最累的 干脆战斗也很有精神 干脆睡觉也很舒服 最讨厌的人 就是战斗没有力气 睡觉他又不好好休息 所有消化系统 棉膜系统的疾病 只需要养大概 估计三四周的时间 基本上都能够恢复 管他是有多严重 都有机会恢复 因为记住 棉膜细胞的更新 是一周 一个礼拜换一层 一个礼拜换一层 你只要好好的在那养一阵子 等都可以等到病好 但是有个条件 第一 这个等 要换手 要睡好 第三个 要有营养才能修 不然那个细胞子 你躺在那干嘛 我们又没有材料可修 你躺在那干嘛 你不给营养 你把它躺在那干嘛 你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 睡不着的人 就是白天没有采购到 足够的可以帮助修补的材料 所以身体不让你睡觉 叫你告诉你说 赶快再出去 拿点东西回来了 你睡什么 我们没东西可以用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胃病 等就可以了 残炎 等就可以了 怎么等 教你 联系 两三个礼拜 都吃留职食物 然后营养配的均衡一点 然后 这两三个礼拜就早点睡 早点起 早点睡 早点起 然后这两三个礼拜 最重要的就是不发火 千万不发火 一发火又应急了 一紧张又应急了 所以这两三个礼拜 要学会不停的 哼哼哼 哈哈 反正呢 记住 不着急 不紧张 身体就不会应急 身体一应急 就会去破坏黏膜组织 身体是先破坏黏膜组织 接着破坏肌肉 接着破坏瘴气 这个过程是没办法的 这是一个身体的叫做代场 呼吸系统疾病 就讲完了 哎呀 我有时候觉得这么讲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对不起很多的学医的人 人家搞了那么久都没弄完 我们就这么随随便便讲完了 要是得罪可不是故意的 我们只是希望那些想要健康的人 能够找到一个途径 不要把精力犯在生病 把精力犯在支持健康 支持新的组织 等于呢 做人也是一样 做错事情 怎么办 错了就错了 无所谓 因为错了已经错了 还能干嘛 你再怎么解释 再怎么说明 你只能增加烦恼 错了就是错了 无论我怎么样去修补 这个错的都已经错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点对的事情 来弥补 对吧 所以也教会各位 人这一生谁都会犯错 就像人这一生谁都有可能会受到各种大大小小的伤害 伤了就伤了 赚到就赚到 摔倒就摔倒 无所谓 对吧 已经摔了 没什么好讲的 屁股轻了 轻了就轻了 总不能把他们让他变红 对吧 可那是无所谓 你只要马上去做对身体有利的事情 身体就慢慢慢慢把那些有害的东西去除掉 你做错事情 你在那讨论错事情 没意义的 赶快去做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你身上有缺点 有就有 无所谓 别管 对你的缺点要毫不在意 根本不用去改正它 改不了的啦 灯泡烧了就烧了 没什么好改 把你的精力放在发挥你的优点 中国人说取肠补短 这是胡说八道 好好的肠干嘛取下来补短呢 对不对 残就好好残 短的就烂它短 对吧 真正 我告诉各位呢 人呢 永远不要成为完美的人 你身上的缺点 会有人有优点来帮你弥补 犯不着你非得改不可 而你的优点可以弥补别人的缺点 妇科的疾病 有几大类 第一个 子宫居瘤 宫颈方面的疾病 子宫内膜异味 疏软管张脸 卵巢蓝肿 妇科炎症 白带增多 液晶不正常 然后 乳腺增生 乳盘小叶增生 乳腺癌 哇 这名词可多了 我经常在想 如果医学工作者 要这样子去记疾病的名称 你们知道现在疾病的名称有多少种吗 20万种 背完20万种疾病的名称都差不多已经老了 而且还要背英文 还要背很多对应的药品 还要对应的这个治疗方式 你说怎么可能背得清楚 还在不停不停的发明新的疾病名称 哎呀 以此为乐趣 我觉得搞这么多疾病的名称 有一个阴谋在背后 这个阴谋就是想把那些病人搞糊涂 因为呢 反正呢 搞到你越来越不懂 你就只好听我的 对吧 所以现在的病人去医院 问自己生了什么病 医生经常讲 讲了你也不懂 那病人说那你就讲讲吧 然后我就讲给你听 结果讲完你真的不懂 因为他讲的全部都是一些医学概念 你哪里懂啊 你也不知道甲状腺在哪 你也不知道生肾腺在哪 你也不知道什么甲肝 乙肝 饼肝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全都不知道 所以最后医生开的那个药单 体检 体检完 写的那个体检报告全部都看不明白 最后只好问医生 那我到底有什么病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不好 我希望应该让病人懂得自己的状况 而不是搞到病人全部都不懂 然后把医生当神看 我觉得这样医生压力也很大 然后医生呢 我看这样的工作呢 也很痛苦 倒不如让病人掌握健康的权利 现代医学最大的问题就是 医院和医生成了疾病的唯一解释单位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医疗这么霸道 当然不是医生霸道 也不是医疗从业人员霸道 是不知不觉走到这个程度 是你们这帮家伙 谁都不去学习健康 谁都不学习营养 谁都不去学习了解自己 结果就把这些承认全部堆给这些人 好了 现在呢 到了这种状况呢 病人生病 有没有病 不管你身体不舒服 舒服还是不舒服 你不能决定你到底有病没病 你得去问医生 医生说 没病 检查出来了 没病 那你就不敢说你有病了 哪怕你头痛腰痠 全身都不舒服 反正医生说你没病 就是没病嘛 结果这个病人也搞得糊里糊涂 奇怪 那没病我为什么头痛呢 没病我为什么腰痠呢 没病我为什么睡不好呢 没病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不舒服呢 反正医生说了 没病 我说了痠 你的身体我说了痠 这是什么话嘛 他的身体 怎么问你说了痠呢 就算你专业 你也不过专业一点 你能够替代这个人 整个身体内部的现象吗 所以 现在医学发明了很多专业名词 很复杂 真的把人们搞得越来越不懂 然后呢 医院成了疾病的唯一解释单位 用什么药 病人看了也不懂 干嘛要用 不懂 干嘛要吃这么多 不懂 反正呢 医生会说 这个单子 到那你去拿药 交钱 然后吃 或者躺在那 叫你裤子脱下来 打针 你都不敢说干嘛 为什么 打哪里 不敢 因为 在这方面 你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 你剥夺了 你被剥夺了一个基本的公民权 所以 我告诉你 法律上没有规定 医生是 这个唯一解释权的 法律上也没有规定 病人对自己的健康可以不负责任 交给别人负责任 我希望每一个公民拿起自己的武器 捍卫自己的基本尊业 问问医生 为什么要吃这个药 吃这个药所造成的危害 会不会比不吃来得更大 做这个手术所造成的风险 会不会比不做来得更大 如果医生说是 请你让他录音 然后写下来签名 让每个医生都更负责任 真正的 也让每一个人 保护好自己的基本的公民权 我觉得现在的病人最大的问题是 不敢保护自己 所有的这些妇科疾病 其实呢 被取了很多的名词 但是只有一个原因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 如果用中医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都会说 你的这个循环不好 但是呢 从整个整体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叫做能量严重不足 基本上 大部分妇女所犯的妇科疾病 都是跟能量不足有关系 很多的妇女 长期很少 肉类吃得很少 食物也吃得不多 基本上就是吃几口饭 配一口菜 匆匆忙忙就过掉一个早餐 过掉一个中餐 过掉一个晚餐 长期所吃的食物造成 严重的能量不足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女孩子 很少有脸色好看 很少有肤色很均匀的 除了我自己带的学生和地质 很多我看都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 多数的女人 基本上手都是冰冷的 尤其在冬天 手冷脚冷 所以女人为什么会多疑 你知道吗 当然不是所有的女人 能量充足的女人 一般都不多疑 因为能量充足的女人 就会自己为自己做主 就会自己有自己的爱好 就会经常活跃的在那里生活 就会活得很高兴 她就不会容易犯妇科疾病 容易犯妇科疾病的 基本上除了有妇科病之外 她还有妇女病 就是多疑 然后呢 做事情容易这个依赖别人 然后容易烦躁 容易忧郁 容易不安 都是共同的 手脚冰冷 当然血液循环不好 可是手脚冰冷的核心原因 是因为没有充足的能量 那么为什么会是手脚冰冷 因为当你的能量不足的时候 你身体只好把养分和能量 储存到收集到身体的重要器官 疑似外部组织就缺乏足够的养分和能量 就会显得冰冷 这一类的女性 往往还皮肤显得特别细 毛孔显得特别细 为什么毛孔要细 因为毛孔一出大 就会增加散热面积 她还以为她的毛皮肤好呢 不是皮肤好 是因为能量不足 所以身体尽可能把毛孔全部关闭了 所以这些女人甚至根本连出汗的能力都没有 好好经过营养的调节 能量的支持 慢慢她就会协会出汗了 等她一开始会出汗 身上出汗 不是手心出汗 身上出汗 这个人就开始乐观了 就开始容易信任别人了 人的性格其实跟她的身体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说所有的这些妇科疾病都是能量不足 因为能量不足会导致血液循环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导致微循环的部位 特别容易堆积垃圾 堆积死细胞 堆积一些不能够被代谢利用的养分 堆积在那个部位呢 就变成提供续景病毒繁殖的机会 从而产生炎症 长期的炎症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 就会变成癌症 尤其是如果用很多的药物来消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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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消炎是没用的 因为这个炎症是由身体对抗病毒续景 以及对抗垃圾所进行的一场战争 当你把炎症消除 你并没有把毒素消除 你也没有把血型房改善 你也没有办法把每一天要接触的续景病毒都杀死 因为你每天都要接触 你没有办法把体内的垃圾清除掉 那么你消除的炎症第二天就会发生 第三天继续发生 而你不停不停的消炎的过程 就等于不停不停的把身体的免疫力降低的过程 因为免疫力降低之后就没办法发炎 有一些很可恨的佣医 干脆给那些炎症的病人 肾炎的病人 各种炎症的病人 直接用一些降免疫力的药 好让他不发炎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学习的 这种伤害所造成的影响如此深远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地意识到的 我接触的病人当中有相当多这样的人 在我前面的那本书健康医生 里面有个小孩 那个小男孩就是年纪很小 才七八岁就开始得肾炎 结果医生给他用了长期的降免疫力的药 企图降低炎症 用这样的方法 用把人体的免疫力压制到完全没有的状态 来让炎症消除 当这个人炎症消除的时候 也意味着这个人生命将要消失的时候 因为从此以后 他无法面对所有的续菌和病毒 他只要跟外界的小孩 外界的分 外界的人一接触 他就立刻感染 这样的状况比艾滋病还可怕 因为艾滋病 就是人体免疫力善失所造成的危害 而你无端端的让这些病人先免疫力善失 所以 我想 那一些有妇科疾病的人 很简单 改善你的能量供应 能量供应从哪里来 吃那些含有高蛋白质 高脂肪的食物 很多人马上就要喊了 高蛋白和高脂肪不是问题 只要能够解决它的消化吸收 那么植物里面也有高蛋白的植物啊 在我身后的这些豆五谷杂粮 就可以提供高蛋白 又可以提供高脂肪啊 豆类里面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个松仁里面含有很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豆 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含量还挺高 豆类的这个蛋白质里面的 氨基酸少了一种 在必须有必须氨基酸上面 它少了一种 所以煮的时候 你只要加一点小米 或者加一点黑米 就可以弥补它的不足 因为小米和黑米里面 含有那种氨基酸 所以把它一组合就可以了 我经常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做我所讲的养生茶 养生茶就是把五谷杂粮 把它泡好煮好 然后进行搅拌 就可以来吃的 在我们所出的小册子里面 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然后呢 所有的妇科疾病 记住不要去管炎症 记住 那个无所谓 你不需要天天在那里消炎 当然你觉得很痒 很难受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点工具处理一下 用一点药物处理一下 暂时缓解一下 可以 不过千万不要依赖 首先 增加所有能够帮助 提升免疫力的营养 比如说维生素C 比如说松果菊 这些都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维生素B族 尤其是里面的叶酸 维生素E 蛋白质的提供 都可以逐渐增加免疫力 但是免疫力不是一下子提升的 所有妇科有炎症的人 一般来讲要调过半年以上 才会彻底有些好转 为什么呢 因为这半年 你身体得到的营养 不是用来先解决炎症 而是先解决你整个 长期缺乏能量 所造成的内部系统破坏 当改变了整个的人量供应 以及均衡的养分供应的时候 身体免疫力的牺牲 排毒的能力增加 血液循环的能力改善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整体自然疗法 有五个关键的 条理疾病的思路 第一个 就是管他什么疾病 先增加他的免疫力 第二个 管他什么疾病 先帮助身体排毒 第三个 不管他是哪类的疾病 先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 第四个 不管他是什么疾病 提供均衡的营养 让身体有材料去修补 第五个 管他什么疾病 反正你帮助这个人延缓衰老 帮助他增加整个的能量 精力体配 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战胜疾病 所以五个方向 抗衰老 缓压 排毒 修补 增加免疫力 倒过来讲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治疗方法 那个治疗方法不但不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反而伤害了人体的免疫力 那么他所治疗的方式 就算把疾病暂时控制 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比那个疾病还要大 如果任何的治疗 不能够帮身体把毒素排掉 反而增加了身体的毒素 这个治疗 对身体来讲是个伤害 而不是治疗 如果任何的治疗没有把身体受损的部位修补 反而扩大了受损的部位 那么这个治疗就不是治疗而是损害 如果任何的治疗不能够帮助身体缓解压力 反而使身体受到的压力更大更久 那么这样的治疗就是破坏 如果任何的治疗不能够帮助身体看衰老 反而加快了衰老的速度 那么这种治疗就是伤害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的医疗治疗方式 恰恰就是如此 很多人进到医院没有几天出来 就好像老得不成样子 很多人进到医院脸色好好的进去 出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出来 黑黑暗暗的 真的 所以我认为医疗主要应该放在急性病的处理方面 而养生修复慢性疾病的调理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健康方式的训练 生活方式的训练 饮食结构的调整 习惯的调整 最好未来建立一个新型医院 是这样的一个养生中心 这个中心早上起来 教你怎么走路 中午教你怎么休息 晚上教你怎么散步 中午食物教你怎么吃 呼吸教你怎么呼吸 拍打教你怎么拍打 跳舞教你怎么跳舞 笑教你怎么笑 教你怎么样去享受生活 这样的慢性疾病调养医院 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在九寨沟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调理中心 这种调理中心根本就不是医院 根本就不是针对疾病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来到这里都把你当成一个向往健康 追求健康的人 每天教你怎么走路 怎么呼吸 怎么样去享受阳光 怎么样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怎么样冥想 怎么样休息 怎么样去吃 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人没有治任何的病 不过恢复健康 因为我们创造了恢复健康所需要的条件 就像一棵树 当它很干枯的时候 是因为阳光离地球比较远 是因为水不充足 养分不充足 冬天的树木就变得干枯 到了春天 阳光充沛 以水充沛 土地肥沃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治疗 那个干枯的树枝和树叶 你只需要给足营养 给足条件 新的树叶会健康地展出来 人也是一样 所以 各位 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我们走出那一个 钻眼疾病的死乎头 我们把主要的力量 放在为健康 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 放在去学习正确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但能够获得健康 我们还能够获得良好的心情 我们还可以很放松 我们还可以很享受生活 我们还可以让周围的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都不紧张 因为我们很放松 我们很快乐 我们还可以改善人际关系 当我们正确地去使用食物的时候 我们把米饭面条放下来 把那些精致的食物放下来 我们开始大量地把蔬菜水果作为主食的时候 我们经常喝果菜汁 我们经常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我们说不定还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农业体制 让整个农业迅速地发展 因为农民从此以后 可以卖很多很多的菜 因为我们把菜当饭吃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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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